嗨,我是偶尔 今天我们来做最简单还好吃的盐焗鸡 不加一滴水,只要一个电饭饱就能搞定 黄芝子两个,加开水泡出颜色 然后晾凉备用 三黄芝一只 复理干净后砍去鸡爪 装入一个大点的碗中调味 一勺花生油,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30克盐焗鸡粉 50克放凉的芝子水 现在先把整只鸡给它抹匀 在碗鸡的肚子里面摆一个葱结去腥 接着就是腌制了 3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入味 期间记得翻动一下 鸡块腌好的时候我们来准备其他食材 小葱切断 葱姜切片 土豆切小块 变半饱类先放上土豆 再附上葱段 姜片 最后把鸡放进来 腌制鸡的汤汁也一起倒进来 变半饱气口冒热气的时候 就可以微微闻到香味了 时间到了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盐焗鸡全程是不需要加水的 这样闷出来的才是原汁原味 非常的香 稍微的放凉后就可以撕成小块了 嫩滑的鸡皮 软嫩的鸡肉 还有诱人的光泽 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 口感咸香鲜嫩 皮爽肉滑 做法还超级简单 喜欢吃盐焗鸡的 赶紧试试吧 看起来